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继续Android蓝牙开发的第五课 在这一课中,我将给大家介绍蓝牙Profile的基本概念 以及Profile的种类 最后用一个简单的列子给大家讲一下Profile的一个编程 但由于Profile其实是蓝牙内置的与硬件相关的一些协议标准 所以说Android在这方面的编程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它很多API都是隐藏的,不给使用的 所以这节课就是说做一个基本概念 教给大家简单去了解一下 这方面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不多 好,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教学大纲 今天的内容很简单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蓝牙规范 什么是蓝牙规范呢 它又叫位置文件 它其实是一种协议 每个Profile其实定义了一种基于蓝牙的应用 比如说蓝牙耳机 打电话 车载蓝牙设备 鼠标键盘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Profile 那么每一个Profile 它主要规范的是针对开发者的一个接口 消息格式和标准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两台设备如果要进行通信 他们必定是要用已知的协议 供用大家都理解的格式来进行传输数据 这样才能对话 对吧 所以Profile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提到了Profile 不能不说到UUID UUID其实类似于 就是说网络通信中的一个端口 每一个Profile 它其实对应于一个UUID 每次通信的双方必须使用同一个UUID 我们在前面写试列程序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UUID 这样子客户到后服务器才能进行通信 好 这是UUID 那么常见的Profile有哪些呢 第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A2DP 这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 只要是你的手机 如果是想接逆提升的蓝牙耳机 或者蓝牙音像 那么它走的必定是A2DP 一句话说 它就是用来听音乐的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是相对比较熟悉 那么Headset 那更加基础的一个Profile 只要是你通过蓝牙来打电话 那么你走的必定是Headset的这个Profile 还有呢 就是支持与蓝牙与健康设备之间的一个连接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 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鼠标键盘的HID 这个Profile等等 了解一下就OK 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蓝牙耳机的连接试列 通过这个试列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可以监听 当蓝牙耳机连接到手机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降低音量等等 我们看一下这个试列 我们看一下这个类 这个类呢 它是一个Utels Bluetooth Headset Utels 那么这个类呢 我们看到了构造函数 它其实就是首先获取了一个Default的Adapter 这个Adapter呢 我们知道如果是说这个设备支持蓝牙 那么它是有直的 如果这设备不支持蓝牙 这里是为空 我们目前默认手机都支持蓝牙 所以说我这里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判断 当要连接的时候 我们这里就可以去获取一个profile 重点我们看一下这句代码 这个代码呢 首先它调用了一个Adapter的 get profile proxy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 按照这个profile指定的进行工作 首先就需要一个context 然后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结果是要通过这个Nissler来实现的 这里呢是指定的我们是要需要Headset的profile 那在Nissler呢其实它就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是当这个设备连接上的时候 然后它会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个设备连接上了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Headset来获取一个ConnectedDevice 它是一个宿主 这个虽然是一个宿主 但是呢由于是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耳机连上 所以说我这里是写取0是OK的 那获取了这个Headset ConnectedHeadset 然后这个是一个回调 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一些操作 然后呢由于在这个运行期间 它有可能被打断 所以说我还需要收听一些广播 这广播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Action 就是连接状态改变 它的一个声音状态的改变 通过这个这两个广播 我们可以知道事件 我是不是蓝牙已经被其他程序给占用了 因为在使用过程中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程序会打断你的蓝牙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结果 这下面就是一个广播的一些连接 这就是广播的一些处理逻辑 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Action 连接改变的时候 然后我们获取它的状态 看是否是还连着 如果连着就做一些事情 如果是说是断开了 我们重复要做另外一些事情 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兼提 拿牙耳机连接到 我的手机的一个过程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下节课中 我将给大家用一个实际的项目 来把我们前面所学的知识点给贯穿起来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